這真的是一個蠻哭笑不得 看起來是檢方還是鏡周刊前驢技窮 那聽完受訪的全程大家都可以知道 這個跟串貢根本就是有天狼之別的這個認證上 認知上面有非常大的誤差 那我想如果這次刻意為之 是不是檢方或者是有特定的媒體 也要帶風向來轉移焦點 轉移什麼焦點 針對偵查不公開 針對了壓人取貢 這些相關的焦點 其實目前看起來北檢是說不清楚講不明白 你把專訪的主制稿全部從頭到尾看一遍 或者聽一遍 你會發現這就是一個名義代表很正常的受訪行為 那也完全沒有提到在偵查的程序 實質案情的內容到底何來串貢之有 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